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巴黎奥运会已经落下了帷幕 中国代表团拿下了40枚金牌 取得了自1984年全面参加夏季奥运会以来境外参赛的最好成绩 显成绩的背后 奥运会还有哪些细节值得细细品味的呢 而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第二季度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指明了下一季度的工作方向 并再度警告债势的随超风险 下半年货币政策在稳增长方面还将如何发力呢 今天的节目当中都会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 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 巴黎奥运会是终于落下了帷幕 中国代表团一共摘下了40枚金牌 和美国代表团并列第一 那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 中国体育代表团副团长周静强表示 这季奥运会上中国队取得了自1984年 全面参加夏季奥运会以来境外参赛的最好成绩 不仅如此 中国还赢得了对美国反兴奋剂斗争的阶段性胜利 周静强介绍 本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参赛运动员404人 共参加了30个大象42个分项232个小象的比赛 在11个大象14个分项上 获得40斤27银24桶共91枚脚牌 获得金牌的运动员达60名 创境外参赛历史新高 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持平 此外 在射击 游泳 取重项目上 打破世界纪录一项 创造奥运会纪录9项次 周静强指出 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参赛项目数量 金牌总数和质量 金牌项目覆盖面 培养输送金牌运动员省份数量等方面都实现了突破 本届奥运会中国六大传统优势项目 共获得27枚金牌 占金牌总数的67.5% 同时 在一些欧美国家起步较早的新兴项目上 取得快速进步 展现巨大发展潜力 另外 中国体育代表团副团长刘国勇表示 截至8月10日 中国体育代表团35个项目的151名运动员 接受兴奋剂检查214例 检查数量较东京奥运会230例未增反降 体现出国际反兴奋剂组织 对干净的中国运动员和中国反兴奋剂治理成效的认可 代表团面对美方琴线施压 稳善处理中国游泳运动员驱美塌秦事件 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用实力赢得世界的尊重 代表团采取一系列措施 保护运动员合法权益 保障代表团运动员备战参赛不受干扰 与国际奥委会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世界泳联等全球反兴奋剂领域利益相关方团结一致 多方坚决反对体育政治化和美食师长臂管辖 中国游泳运动员面对高频次的在前兴奋剂检查 始终遵守国际规则 积极配合检查 从未查出一例阳性 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坚持独立 公正 专业 权威开展工作 顺利通过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现场合规进评审 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继续推进反兴奋剂斗争 坚决维维护运动员的身心健康 维护公平公正的竞赛环境 为全球统一的反兴奋剂斗争做出积极贡献 这届奥运会画上了一个句号 可以说中国代表团取得了非常亮眼的成绩 还有哪些亮点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周文辉先生的解读分析 就像我们都说金牌板和国家的硬实力 软实力是息息相关的 这届奥运会您觉得从您的体育迷的角度来说 一个观察者的角度来说 哪些亮点是让您印象深刻的 金牌肯定是硬实力 没有的时候奖牌也行 我们从这个1984年一路看过来 到现在应该说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而且是和美国金牌榜的榜首战 应该说到了最后一分钟 美国女兰67比66战胜 如果反过来差了一分也就最后一秒 那法国就赢的话 他就是第二名 当然这里边就体现出中国 他在各个方面是全面发力 这也是软实力和硬实力的结合 像很多西方人长期垄断的这些运动项目 特别是像女子网球 还有游泳 那就看到了中国年轻的一辈运动员 已经是全面的脱颖而出 那像游泳这样的运动 还有网球这样的运动 我们都知道他是要一个非常长期的训练 从小就把天才选出了 还有你要天天练 要非常好的设备练 以前的时候你中国没有这个条件 有的时候可能是蛮练 他还很科学的训练 最终我们看到就是在游泳 还有其他一系列 这些由西方长期垄断的项目 中国突然出来了 而且最让大家惊喜的就是 一些东欧国家比较擅长的项目 像这次的 我们说体操 还有像这个 特别是最后花样游泳 还有集体的女子的体操项目 艺术体操 那都是做得非常好 也非常漂亮 所以从现在往后看 就新的这一代 中国的年轻运动员 他们其实是非常自信 盘展乐 他在还有张旅飞 在接受这个采访的时候 非常的自信的 而且说的也非常得体 无论是对国内的媒体 还是对境外的媒体 都说的非常的得体 所以呢就是往后发展 其实呢 外国也认了 以后这个体育就是两强 美国和中国 原来在开赛前的时候 像这个还有西方的媒体报道 说这次中国是不是还能够保住第二 法国追东方主 很厉害啊 这个日本呢 像上次是很厉害的 是不是也很厉害 还有像以前在伦敦奥运会的时候 这个英国也变得很厉害 其实我们后来都发现 真正的只有两强 嗯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队在这次的比赛上 捍卫了很多王者项目 传统优势项目的这个领先地位 比方说跳水 乒乓球 这个是难过了所有的这个金牌 同时我们在新的项目上 有了一些新的突破 这是我们值得骄傲的地方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届奥运会当中 有一些我们可以称之为是暗影的部分 或者是阴影的部分 就是很多的这个政治话题 甚至是渗透到了奥运当中去 这个是在接下来 是不是我们要特别当心的一个方面 对对中国来说 我们最关心的 就是以前美苏 就金牌大战的暗斗 呃 不要发生在 从现在到未来 这个中美的金牌大战 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也回过头来想 如果不是这个所谓的反兴奋纪的调查 去打扰了中国的游泳运动员的正常训练和休息 那很可能中国的游泳金牌就不是两面 那整个这个金牌榜也可能就得冲写 所以从这个一讲 比如说有阴谋论的话 我们就得算 是不是美国就算到了 这一点 那就不停地去骚扰你 而拿的是一个成年旧式 但是反过来现在也看到 像美国这样的国家 它在以前和苏联的斗争过程当中 就长期搞了这套 而且也会这套 但是我们说呢 整个奥运会 它是要清清白白地举办 如果说你去指控别人的话 首先自己打清白 所以现在大家也很清楚 美国的很多联赛 他们是不遵循现在世界反兴奋机构的 这一套规则的 所以未来在2028年 中国的比赛环境可能会更加严峻 更加恶劣 这一点我们要做好准备 所以在未来机遇也有 挑战也有 更多的这个见真章的时刻 我们应该是在洛杉矶2028年再见了 特别感谢周文慧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块来关注一下 人民银行最新发布的 二季度的货币政策的执行报告 并且阐释了下一阶段的工作方向 其中有哪些值得注意的方向和细节 下期回来 我们将会和财经评论员许维红先生 一块来探讨分析 稍后见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 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中国人民银行 发布了第二季度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也阐释了下一阶段的工作方向 并再度警告债势的回调风险 同时分析也相信下半年的货币政策 将会在稳增长方面持续发力 中国人民杭盛周五发布了2024年第二季度中部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总结了上半年货币政策的执行情况 并在全面分析当前经济金融形势的基础上 阐释了下阶段政策取向及工作重变 报告提到要合理把握信贷与债券两个最大融资市场关系 引导信贷合理增长 均衡投放 同时还警告债势回调的风险 报告称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行较快 以明显偏离合理中枢水平 不断累积金融风险 一要时将泽基在公开市场卖出 平衡债势风球 矫正和阻断金融市场风险的累积 报告还将第一季的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的表述 调整为加强逆周期调节 分析认为强化逆周期调节 主要指货币政策在稳增长方向发力 而强化跨周期调节往往是巧妙不搞大水漫灌 防范短期政策过度宽松 给未来留下高阴症及金融风险隐忧 这可能意味着在当前宏观经济存在新旧动门转换阵动 物价水平偏低的曲面下 下半年货币政策将在稳增长方面持续用力 更加给力 本次报告在摘要环节还新增了关于 落实好防范化解房地产 地方政府债务 以及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风险的各项举措的相关表述 人行认为要将维护价格稳定 推动价格温和回升 作为把握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 加强政策协调配合 畅通货币政策传统极致 提高资金使用率 分析认为 此次报告聚焦促改革 稳增长防风险三大方向 注重平和好短期和长期 稳增长和防风险 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关系 相信年内降准 降息等政策工具 仍值得市场期待 围绕最新的一些变动 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财经评论员 许为宏先生来探讨分析 许正好 人行最新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不同此前提出的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 最新调整成了加强逆周期调节 您怎么来看待年内货币政策的发力空间 这个降准降息等总量工具 是不是还可以期待呢 我觉得这是两方面问题 一方面应该说 不管人民银行还是中央政府 对于2024年上半年 整个宏观经济的政策 特别是货币政策 相对还是比较满意的 我们知道2024上半年 那么中国面临着内外的两方面的挑战 一方面是国内的通货紧缩 或者叫总需求不足的挑战 另外一块是国际上中美贸易战以来 那美国对于中国的相关那些产业政策 包括贸易上的一些政策 对中国经济的鸿鸿经济发展 是一种挑战 所以这种背景下 应该说人民银行和中央政府呢 在上半年继续建设审慎的货币政策 也就是进行逆周期的调节 用货币政策来解决经济发展 动力不足或者叫总需求不足的问题 应该说基本上还是满意的 那下半年刚才主持人谈到 那下半年空间逐渐打开 主要是美国随着这个 我们叫做美国通货膨胀的 这些国际通胀的形势 逐渐开始趋稳 所以美国下半年 2024下半年 那么货币政策降息的可能会变大 这样就让中美之间的利差再变小 也就是人民银行对于 人民币的汇率稳定 相对来讲上半年没那么大 比上半年 所以下半年无论是降息啊 降准啊 对于一些总量条件的政策 应该说下半年 人民银行的空间在变大 这个主要是跟整个中美之间的利差 也就是利率之间的差 造成的汇率人民币的贬值 压力的变小 甚至于下半年 我看到更多的人民币升值的一个预期 这样对于人民银行 在整个总量的这样的货币政策上 应该说空间的扩大 主持人 那许先生 人行在报告当中也再度警告了 债势回答的风险啊 在目前十年期国债收益率 已经明显偏离合理中枢水平的 这个背景之下 人行也已经从预期引导 转向了下场操作啊 您怎么来看待目前债势的一个风险 对于偿债风险利率 这个关注度提升 不过人行也再次强调 就是货币政策支持性的利率上 不会发生改变 这又该如何来解读呢 这一块呢 主要还是整个中国债券上的结构 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我们知道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40年的工业化 城镇化之后 那整个中国的工业化 城镇化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应该说 比起二三十年以前 无论是房地产呢 还是城镇化 技术是投资 应该说目前 在一个我们叫宏观经历的新常态下 这样就造成了 中国各级政府的融资的一个需求的 总结构变化 我们说过去20年里边 各级地方政府通过城镇平台 包括人行地方政府 发行自己的这样的一些债券 那这种公共债务的整体的 我们叫的债务结构 在十八大以来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那无论是去年的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还是刚刚结束的三中全会 那中央都提出来 要坚持各级政府去除隐性债务的政策不变 也就是各级政府 那在现在这个阶段 更多的还是要把隐性的债务风险进行解除 这样就造成了整个债券市场 从去年开始 那各级政府的地方政府投资平台的债务的供给的变少 那这种供给变少 那么航法叫信用债市场的一个结构变化 总量的供给的变少 这是中国整个经济行稳支援 降低各级债务的 各级政府的债务风险密切相关的 这跟美国不一样 大家可以发现美国的这个债务现在在这个联邦政府债务 在7月底达到35万亿美元 那国内外投资者都担心美国政府为贷债不还 那中国为提前预防这个风险 所以从这个十八大里来 一直在降低各级地方政府的债务引擎风险 这就造成了整个债券市场的一些供给上的减少 这就是为什么以国债为代表利率债 那在去年开始走出了一波的大牛市 这个应该说整个债券市场的供需 这个结构相关的 之所以人民行为表态说继续维持一个相对比较低的利率 来巩固债券市场 是因为不管是中央政府债券 还是各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券 都是实力经济的融资成本 所以央行的货币政策 一方面要配合中央化解地方债务风险 另外一块也是要稳定实力经济的需求 稳定实力经济的实际率不变 或者一个相对低的利率 来解决一些结构性的经济增长问题 那许先生从内部的因素来看 任行是继续强调把维护价格稳定 推动价格温和回升 作为一个把握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 不过从最新公布的这个通胀数据来看 目前国内物价仍然是在低位徘徊 您对年内物价走势 大概会有一个怎样的判断 未来还需要政策段如何发力呢 对 我觉得主持人 这个最后的这点也是我想说的 就是看中国的这个CPI 或者是我们叫价格 那其实是很大是两方面 一方面跟房地产相关的这些建材 包括一些相关的这些价格水平 那在我个人看来 应该说还是长期处在一个下行周期里边 正如刚才我们谈到 那中国房地产野蛮增长的是 这个周期已经过去了 所以现在房地产从一个高速增长 切换到一个正常的一个产业水平 那这方面的价格供需关系 必然存在一个长期的一个去泡沫也好 或者叫再平衡的过程 那另外一块呢 是跟老百姓日常生活的这种价格指标相关的 就猪肉价格呀 肉蛋奶蔬菜的价格呀 这些价格包括这个交通价格 应该说在过去一两年里边 应该说还是保持一个相对比较低的水平 这个整个跟中国经济的在转型过程之中的一个保明上的一个底线是很相关的 所以对于货币政策来讲 一方你要看到猪周期 比如说这个下半年 那么随着整个生猪产业的周期变化 那下半年的猪肉价格确实面临一个上涨的这样一个潜在风险 但另外一块从中长期来看 与老百姓密切相关的生活成本的这个价格 应该说还是想保持一个相比较低的这样一个预期 所以下半年在我个人看来通货膨胀并不会意外高起 但是略微温和的一个反弹 这样造成债券市场的一个价格的一个下降 应该说潜在的风险还是存在的 那许先生从外部角度来看 人行认为在地缘冲突还有通胀粘性等因素的叠加之下 全球这个通胀出现反复的风险是依然存在的 您怎么来解读这样的一个说法 另外就是美联储降息的信号不断的增强 还有就是日本央行有可能再度加息 这对于人行货币政策的外溢影响又该如何来评估呢 我觉得主要是三方面的内容 刚才你谈到的美国和日本三方面的内容 都值得我们密切注视 这也是预测下半年中国无论是汇率还是利率政策导向的一个关键 一方面应该说大家要密切关注中美之间和中国和发达经济体之间上美的贸易数据 恐怕是会超过很多人预期 就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数据在过去七个月里面是强劲反弹 这个跟这个市场预期的美国的这个大选 包括美国零售啊 包括整个美国整个经济的一个补库存密切相关 那第二呢就是随着美国这种我们叫无节制的这个联邦政府的这样的债券 35万亿美元的联邦政府债券无节制扩张了 那无论是金融市场还是已经有预测美国的通胀下不来 所以它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年性的通胀 无论是房租啊 还有它的工资水平 恐怕美国的这个长期的滞涨啊 应该说是可避免的 这个对于美国的货币政策 进而影响中国的货币政策是密切相关的 换句话说 美国即便是换了这个执政者 那美国经济长期滞涨的风险依然是一个需要政府来持续解决的问题 不能不接着这个举战 因为靠举战来维持经济增长 这是不可持续的 那第三就刚才主持人也谈到 就是日本 以日本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啊 在过去几年里其实面临美国同样的问题 就是它整个经济结构的一个我们叫脱石向虚的过程 日本这个股价的波动 我虽然谈到说它并不是这个日本上市公司经营的问题 但是日本如何来实现在中美经济之间形成更好的一个产业定位 这个确实是不仅仅货币政策能解决的 可能更多的还是整个产业结构和一个经济政策导向所决定的 所以在我看2024年下半年 中国货币政策的外部因素 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 应该说对中国都心得比较有利 这是刚才我们谈到 就是人币汇率的这个贬值的压力在变小 所以这样人民银行在无论是降息降准还是进行以协力周期条件上 那步骤可能更大一些 包括在我们谈到通货膨胀的风险 虽然猪洲期下半年已经有抬头的迹象 但是无论是房地产相关的价格指数 还是老百姓市场民生的这个肉蛋奶蔬菜 包括交通运输通讯这些 那下半年应该说还是比较宽松的 值得这个人民银行更放宽一些 这个都是下半年整个人民银行的汇率策的这个相关的空间 那外部因素整体上比上半年是要好的 好 今天非常感谢徐悠鸿先生 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 那在下节回来 我们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 稍后见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 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 有哪些热搜的话题 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网财经 今天热搜聚焦重磅的数据是周末来西华尔街 这样一个难忘的之下 即将迎来高潮 本周将会公布美国7月份的CPI 是吸引了全球市场的目光 交易员希望最新的数据能够为美联储在9月份降息再添一些弹药 也有分析认为说 目前美国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期 原本糟糕的经济数据 却现在被视为是好消息 因为这将会成为迫使美联储政策转向的一个催化剂 我们再来看金融时报 则是在关注的是美国大选的相关消息了 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 更多的美国人认为 在处理美国经济的问题之上 哈利斯比特朗普更值得信任 这也是自一年前开始追踪 对民经济的问题看法以来 民主党候选人首次在经济问题上的一个支持率领先特朗普 目前支持率是42% 和此前拜登数字是已经高出了7个百分点了 好 我们再来看看华尔街日报 则是在聚焦着美国的房地产市场的相关消息 如今对于迁徙一代 还有G时代正打算买房的人来说 可谓是难上加难了 目前这批年轻人的购房负担能力 继去年秋季之后再次跌到了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当时有数百万诞生于婴儿潮的美国人 同样面临着买房难的问题 分析也认为说 未来年轻人的购房能力很可能会有所改善 但如果供应不足 房地产市场的情况不会显著的好转 至于在其他的亚太区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菜质的点 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数据显示 7月份韩国全金融部门的家庭贷款 环比增加了5.3万亿韩元 增幅较前值有所扩大 并且已经是连续四个月上扬 从行业来看 银行业家庭贷款增加5.5万亿韩元 第二金融机构则减少了2000亿韩元 从贷款类型来看 楼市交易回暖带动住房抵押贷款攀升 当局预测 近几个月住房交易有所滞后 未来家庭贷款将持续增加 随着线上支付一发普及 日本厚生劳动省去年取消了 数字工资支付的禁令 随后一直在筛选 永远申请的企业 最新指定软银集团旗下的支付巨头 PayPay成为首家 使用数字支付公司的公司 并于9月开始实行 分析认为 这不但可以增加员工领取薪资的选择 也将推动整个集团 扩大PayPay的生态圈 数量 các đơn đặt hàng của các bạn hàng nước ngoài đối với các doanh nghiệp sản xuất hàng xuất口 của Việt Nam đang復活 và thậm chí là tăng mạnh 作为全球服装生产大国 越南一直都是 国际时尚品牌的首要选择之一 海外订单源源不断 招工难题却随之而来 越南服装生产公司表示 从目前到年底的出口订单数量 同比增加了40% 公司持续扩大生产规模 需要大约新招聘4000名员工 然而目前仅有四分之一 P格和鞋类的企业 目前也缺乏30%至50%的工人 那以上就是今天 亚洲彩晶透视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的陪伴 我是文俊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一会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支持明天与表现 是文俊